哈喽宝宝们 我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东西 这个不能叫败家 因为真的很便宜 你们来安道尔的话 一定要去这家店 我在巴黎也会买 但是巴黎没有买二送二这种 好像很少很少见 但是在这里我觉得好像常年 都在买二送二 这些都是买二送二 看看我买了什么吧 其实昨天我买了四样东西 我最后花了13块1毛钱 13块1毛欧大概也就是100人民币 原价16块9毛9现在5块 我这个我为什么买了两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很好 它是一个底双样的东西 然后呢非常的漂亮 看得出来 它会有一点点那个珠光感的那种 上脸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状态是素颜 这个是没有叉的 这边是有叉的 还是蛮明显的 这个是一个带着SPF30的粉底 它这个也是打了折的 然后呢很漂亮是金色的管子 它这个打完折是 看一下蛋 打完折是5块5 突然觉得就是没有买 就好像会亏到的感觉 是一种很自然的粉底 看得出来 这边是插过的 然后呢这边是没有插的 它遮瑕力呢 我觉得比较一般 所以说可能要再多插一点点 在这里 它是属于 非常 这样子就好了 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 两边的差别 这个真的很滋润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它遮瑕力一般般 但是它非常的润 原价14块9毛9 现在7块5 它是一个三合一的产品 它是叫做打底面霜和高光在一起 但是呢它这里也有使用方法 它可以就是直接上高光 中文 可以纠正黄皮肤 还遮瑕光折 然后还可以改善化妆效果 所以说我这个当时我选的是4号色 是紫色的 当时的1号色是珍珠白 然后4号是紫色的 然后呢我看一下 它要把这里有个哦 有个F 这样子扭一下 然后呢 它挤出来以后呢 可以看得到会有微微紫色的闪光 所以我当时一看 哦这个好漂亮 上在额头上 这个还是建议在粉底前使用 因为呢 现在用完以后呢 它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有不一样的光泽 我这边没有插 这边是有粉底的 那这边是粉底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亚光感的一种感觉 但是呢 这边会是有 看 它会有肌肤的光感 但是呢 这个如果在粉底厚涂呢 它会让那个粉底就是会糊掉 我觉得还是当 当底妆比较好 不过它本来显得也是底妆了 这个当高光来使用的话呢 那你手要很快 就比如说我试了一下 慢慢的话肯定会糊掉的 但是一定要很快呢 它会跟之前的粉底混在一起 所以说呢 现在我就已经打完了 所谓的那个三合一的高光 要顶双胶高光 觉得这个我还是挺满意的 它就是这样涂完以后呢 就等于说 其实平常的日常妆就可以出门了 因为皮肤的妆感的状态也很好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要画点眉毛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眉毛 不然的话就是 我觉得还OK了 这样出门 我是可以出自己的 而且呢 是我上一次买二送二的时候 送的东西 所以说正好可以使用的上 这个就是这样拍一下就好了 很有 就是很有气色 然后上 散粉 这个当时是随便买的 因为是送了 但是颜色我觉得还 挺好看的 接下来就是我很喜欢 它加一个这个 这个我后悔没多买几个 然后去送人 那我现在这个妆容就画完了 这个就是我比较日常的妆容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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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